接下来咱们来说的就是在数据挖掘或者是经济学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叫做特征工程 特征工程听这个名字就比较高大上是吧 那这里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说白了就是咱们要一会儿为给一个算法一些输入 那这个输入什么样的输入才是最恰当的呢 或者说基于现在我们已经有的数据应该拿出来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是咱们现在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首先还是再回顾一下我的数据吧 这些不就是咱们数据吗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表 在这些表当中啊 比如说user table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数据啊 都是咱们该做出来的 然后这个行为当中啊 也有一些数据 那对于这些数据来说啊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最合适啊 或者说现在我想汇总一个大表 在这个大表当中啊 我希望找出来一些最有价值的特征 那这些特征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的一件事了 然后这里啊 就是就不给大家来说啊 就是咱们去怎么样去思考 怎么样去做 直接啊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咱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先给它做出来 做出来的时候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选一些特征 当时候大家在拿到一个任务 我们要选特征的时候 最好干什么啊 之前也说过了 咱们最好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参考一些论文 参考一些资料嘛 先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我们先去抄 先去参考啊 别人做的已经不错了 在人家基础之上 我们能不能借鉴一些东西啊 都是可以的吧 所以说啊 当我们做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的帮助 或者说很多个源头啊 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啊 我们都可以利用起来 这利用起来之后 这不就是咱们自己的了吗 那咱们来看一下吧 跟大家先概述一下 对于啊 当前这个任务来说 我们都能替出来哪些特征呢 先看一些比较好想的吧 一些最基本的 咱们现在有什么啊 咱们现在有一些用户吧 我们这些用户啊 一些基本特征都有的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用户的一个年龄 用户的性命 用户的这个等级 这些东西啊 都是我现在有的呀 所以说呢 我可以直接把它提出来 一般情况下 我们做一个做法 就是用一个独日班嘛 玩耗地coding去进行一个编码 然后呢 Pandas啊 有一个函数叫做Guy Davis 那个函数 可以直接帮助咱们 把这件事做出来吧 所以说啊 咱们要做这个编码啊 还是非常简单的 那第一步啊 咱们就是先把这样一个用户啊 它一个最基本的行为特征 给它提出来了 然后有些新注射用户啊 咱们暂时先不管啊 就是拿这个基础用户 咱们做用户的table当中 把这些我们是可以当成是一个用户的 基本特征的 那又有用户的基本特征 是不是又有商品的基本特征啊 商品咱们同样的一个做法 照样可以去做 商品当中是不是有几个属性 AAR A3 虽然说不知道它们什么意思 直接啊 给它用一个独日编码 进行一个编码 然后到处用 这就完事了 还有什么 还有商品的一个类别和品牌吧 不同的一个类别和品牌 对最终结果肯定也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去上街上 你说我看到一个安踏和看到一个耐克 你说我会买什么 其实啊就是我在上海嘛 我在那个南京路不兵街啊 看到过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安踏啊 对面它就是一个阿迪拉斯专卫店嘛 基本上就是人 那块人啊 人有量的很大的 阿迪里边基本上人满满等等的 安踏里边基本上是没有几个人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趋势吧 反正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国产品牌啊 也不是那么热衷嘛 阿迪耐克啊相当于是两大标配了已经 然后这个啊就是说 我的一个商品类别啊 和商品的一个品牌啊 可能会对最终结果啊 产生一个比较大影响 所以说呢 我也是啊直接把它拿出来啊 当成是一个特征了 评论来说 咱们评论有什么啊 评论里边是不是说 评论数少 评论数中等 评论数比较多 还有差评率啊 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啊 这个东西直接用就可以了 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商品的一个衡量标准吧 所以说评论特征啊 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不用再做太多东西啊 只需要做一个读人编码就完事了 其实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一个基本套路啊 对所有的一个特征来说 只要它能分成几大几个组 我们都用啊 这个Guard Demis 然后去做它的一个文号的Coding 做这样一个事情 下面呢 还有一个行为特征 什么叫做一个行为特征啊 用户啊对这个商品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吗 那用户对这个商品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咱们得想了 这个行为特征来说 我是统计一个总数吗 一个总数来说呀 你想 它总数是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 我的一个淘宝的一个总数 我点击点很大 我的购买东西很多 那我在接下来五天之内 购买一个东西可能性 怎么判断啊 如果说你这是经常院逛淘宝呢 它就比较难判断了 是吧 你不能通过多少来判断啊 我们要分时间段啊 比如说按照咱们正常的一个思路啊 你要买东西 是不是你也有一个预兆啊 比如说现在 我想买一块显卡 这个事啊 我都已经筹备好久了 一直没有去做 我想买一个TITX啊 就是8000多的一个显卡 然后做GPUGPU的一些东西 那你说我现在 是不是经常会做点事 在淘宝上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到一款 然后我看着比较好 比如说加购书车的也是吧 但是这个事你说 我一个月之前干的 对后五天有影响 还是最近干的 会对后五天有影响啊 肯定是最近干的呀 所以说啊 对行为特征来说 重要程度 它可能来说是不一样的 可能一个月前的 对于现在来说 影响比较低 然后最近的呢 可能对之后那五天 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吧 可能前三天的 对之后那五天 应该因素比较大 前一个月的影响比较少 会有这样一个趋势吧 这也是咱们 正常购买东西的时候 一个不能说性质状态 一个行为上的一个状态吧 我反正这样 就是 一个月前的东西 我现在经历很差 一个月前的东西啊 基本上都已经记不住了 然后我这个现在 现在这两天啊 就是脑子非常昏了 我这个开冰箱啊 我连着就是连着一周啊 两次都往关 关这个冰箱门了 然后把自己锁屋里嘛 那个冰箱就有点开一天 然后回来 回来之后啊 然后就出门发现 我去这个酸奶啥的 这个冰箱都已经化了 都成汤子了 里边都是一堆水啊 所以说就是 近期的一个因素啊 会对未来产生影响 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在这个行为特征当中啊 我们要干什么啊 我们要分时间段嘛 分时间段啊 都有类别 干什么啊 对行为类别 还是要进行读者编码嘛 我们就可以统计一些东西 比如说 行为当中啊 不是有那么六种嘛 那这六种 我可以分别进行计数嘛 这些都比较好统计的啊 然后呢 我还可以看什么啊 我还可以按照 用户的一个类别 他对不同类别的一个行为 再看一下 类别里边 还有各自的品牌 各自的商品吧 再看用户对当前类别 他的品牌 他的一个影响 相当于啊 是你可以对一个大类 然后还可以对一个小类啊 可以做这样两组 相当于是把特征啊 更进行丰富了一些 在做这个特征工程的时候啊 我们的基本想法怎么样 我们先尽可能多的提特征啊 因为特征多一些啊 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尤其是大家可以想到 我们用决策数算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加上一些简直策略啊 简直策略的时候啊 是不是有一些特征来说 它就就是会怎么样 就是先选最重要的 再选次重要的 一些没那么重要的 就会被简直掉吧 所以说啊 这些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啊 我可以也是 先去尽可能多的去选 不行咱再往下提呗 咱们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呢 我还可以对比什么 我还可以对比啊 就是说用户对当前这个类别啊 他就是如果说他买了一个 那他对其他商品的一个情况 行为是不是也能统计出来啊 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其他没买的 我给你看一下 他没买的是点了 还是加入购车了 还是浏览了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一个行为特征嘛 都可以统计出来的 然后呢 下面一点比较重要 就是我们要干什么啊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累积的行为特征 而不是一个顺时的行为特征 在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一个小的时间片段吧 他做了一些事情 那可能这个片段太小了 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啊 放的线放的长一些 比如说三天啊 五天啊 七天 十十五 二十一三十 把这个时间点放长一些 前几天我们的间隔小一些 是两天一间隔 后面呢 间隔稍微大一些 可以统计用户啊 在这三天的一个累积行为 五天的累积行为 七天累积行为 三十天累积行为 也就是说啊 不同的一个情况啊 都拿出来 先尽可能多的 把这个特征拿到 那可能三天是要重要一些 三十天是没那么重要 但是这其中啊 是不是包含了一个变化呀 包含什么变化 用户的一个购买的心理状态 或者说他行为的一个状态 反正啊 就是用户他自身的一个变化 也可以拿这个特征 来进行一个衡量嘛 所以说啊 现在在这里 我们在构造一个行为特征的时候 我们得考虑一件事 肯定不是一个顺势的 不是一个小片段的 而是要考虑他累积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累积的一个行为啊 是我们更能够看出来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也是统计出来数啊 更好进行一个统计和分析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提出一点啊 累积行为的一个技术 不光啊 咱们要看三天的 我还要看他这个变化情况 还要看很多时间点 所以说尽可能多的 把我累积行为列的多一些 三天五天七天啊 一直到三十天 都给他列出来 然后呢 累积啊 在这个累积当中啊 我们还可以统计 一些用户的一个特征 我们还是要分析成 一些时间节点的 在这里啊 我们来可以统计用户 不同行为啊 其实你可以看啊 就是三天啊 他的一个转换率 五天的转换率 七天的一个转换率 都可以去看吧 还能够啊 求出来这样一个均值 相当于是 我们在用户啊 可以在商品上 都可以做很多文章啊 基于不同的提案数 其实可以想 基于三天 那是一组特征 是不是一组啊 就是一组特征 相当于好几个 基于五天的又是一组 七天的又是一组 那你说我们最终 能做出来多少组特征啊 很多很多吧 所以说一开始啊 我们选特征量 是非常大的 这是对用户啊 可以做很多特征 然后呢 我在想 用户啊 他近期 行为可能有什么变化 你像我可能就是 我接下来 可能要去买个显卡 那我呈现出一个趋势 是什么样 我之前可能在一个月 一个月之前啊 然后我看了 浏览了一下这款显卡 然后呢 只是啊 大概看了看 然后近三天啊 我疯狂的去看这个显卡 一顿点 一顿架购物车 看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这样一个趋势是什么 我前一个月 有这样一个行为 然后呢 近期这个行为爆炸了 爆发了 那接下来购买可能性 你说怎么样 可能就更大一些吧 所以说啊 我们可以提取什么 用户的一些 近期的行为特征 可以统计一下 他行为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是 在上面的时候啊 是对用户进行了一个 累积的一个特征提取嘛 提取了那么多天 但其实你可以看 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变化情况嘛 按照咱们正常一个思维 是不是 你三天的和近一个月的 应该是不太一样吧 但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 我在一个月当中啊 我除去这三天的 占这个月的比重 或者说 这三天占这个月的一个比重 这体现什么 这不体现我现在的一个 就是购买的一个 异象的一个变化情况吗 购买一项越大 可能近三天 哎呀 他的一个比重会急剧上升 购买一项越小 可能这三天的一个比重 会稍微降低一些吧 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吧 相当于是统计一下啊 咱们现在的异象 占整体一个月的一个比重 咱们现在啊 虽然说是这个异象 但是我们有到书记当中啊 只有他用户的行为数据嘛 所以说我们暂时啊 只能把这个行为数据 当成是他的一个 异象的一个近似了 虽然说没有那么接近 但是啊 也是近乎的一个表达吧 就是用户啊 他在近期的行为上 我们可以剔出来哪些东西 然后呢 用户啊 对同类商品 我们也可以做吧 用户啊 对各个类别 他对每个类别 都是做了一堆事是吧 因为类别是不同的 我们分别统计吧 用户可能对这个类别 喜欢一些 对那个类别 可能不喜欢一些 可能所有用户 都会有这样一个趋势 是吧 那都有这样一个趋势 那是不是说 我们可以相当于 在机器学习当中啊 一些类别 它就是有一个重要程度了 有些类别 可能比较重要 代表着购买可能性大 有些类别 可能太小众了 或者说 不能说太小众 可能就是 有一些什么问题吧 但是具体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个类别 进行一个分项的 进行统计 分项进行统计完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说 你说哪个类别重要 怎么体现 最大重要啊 用户啊 都喜欢点它 都喜欢给它加购车 都喜欢买它 那是不是说 对这个类别的行为比重 比较大一些啊 所以说 我还可以统计什么 我还可以统计啊 用户对各类别的一个行为统计 占所有类别的一个比重啊 相当于你看 这里我们提到了一个比重 这里我们又提到一个比重 我们可以啊 基于这样两个比重 然后去算一下啊 这个到底啊 哪些东西 到底这个变化是什么样的 对于这个商品来说啊 也是一样的 商品来说 我们也是分这个时间段 然后统计它不同的行为 然后我们可以统计它的转化率 统计它的一个均值啊 就是商民 用户能做一些事 能统计这些东西啊 商品啊照样 可以去进行一个统计的 商品你可以看 你还可以去统计 它各个类别 它的一个情况啊 这些跟用户来说啊 是跟刚才上说的 有很多都是类似的 只不过说 在不同的表当中啊 统计不同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用户为建的 这个是以商品为建的 相当于是 对商品用户 我们要统计的一个指标来说 是类似的 只不过说 统计的一个数据源来说啊 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暂时提出来了 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特征提取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先分用户和这个商品 基本特征已经是 这个数据当中要给咱们的 而且基本特征一般来说啊 还都蛮重要的吧 所以说基本特征是一个 首先要考虑的 然后呢 对于基本特征啊 基本特征还有评论 对基本特征完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 对于行为干什么啊 要做累积的一个行为特征 还要看它的一些比重 它的一个变化情况吧 这些啊 就是我们现在啊 基本上想到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啊 这里列出来这么多 那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啊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特征嘛 我们基本上就是用 Python当中的这个Pandas库啊 去把这些特征给它提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吧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 特征的提取